社区广播提醒村民要特别小心 因为在26号 画面中这名穿红色制服的瓦斯鲁业务 挨家挨户到社区 推销瓦斯鲁 还被质疑 专挑只有老人在家的住户 强迫推销 引起民怨 这名阿嬷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 他跟自己来 我没有叫你 他跟他说这个 因为非自愿购买 事情曝了光 还登上新闻版面 引起警方关注 找来瓦斯公司人员了解 阿嬷这才要回原本的瓦斯鲁 还有两千元的头期款 这台是原地是我的骨的 他就在身上 我的骨的骨的骨才能让我 对比先前硬被换的瓦斯鲁 虽然全新 但一台要价六千九 对节省的老人家实在花不下去 原本这一台虽然比较旧 但其实没坏还可以使用 原本的瓦斯鲁还回来 钱也退了 事情终于圆满落幕 但乡下地区民众还是担心 因为大白天 大多只有老人家在家 这所谓的业务员 就大摇大摆 穿梭在巷弄间 直接进门 这种半强迫式的推销手法 实在让人害怕 东森新闻瑜伽雄 在屏东的采访报道 现在已经进门 现在已经进门 了